鎖定咯 好 另外说到洛杉矶的台式料理有不少 但要找到道地的台味早餐可能不太容易 那么在工业城有一家台湾女孩开的早餐店 专卖台湾人非常熟悉的美而美台式早餐 除了像是三明治汉堡之外 为了和台湾饮食潮流是零食差 所以店里头还有一道招牌的饮料叫做盆栽奶茶 乍看之下好像盆栽一样 逼真的程度百分百 老板 我要一份台式的猪肉蛋汉堡 一份台式的总会蛋三明治 OK 好 没问题 马上帮你酒喝稍等一下 好 谢谢 黄瓜 洋葱 番茄 再加颗蛋 还有夹上一整片特制肉排 师傅巧手三两家的功夫 汉堡总会三明治 通通偶尖 来自6790英里外的台式早餐 一口吃下 满满的台湾味 美式的他们的汉堡 他们是用腌制过的那种黄瓜 然后我们是用新鲜 而且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新鲜去切它 而且吃起来就是说 那个口感会比较脆一点 跟美式有点不一样 然后而且就是说 我们美奶汁是我们自己调配 然后经过多次实验 是真的很多次实验过之后 觉得这个口味是真的很像台湾那个口味 道地的港宅却是台式早餐店的大厨兼老板 原来他娶了个台湾姑娘 练就了一身好手艺 可是要把台湾肉排的原汁原味搬到美国 没有那么简单 当我们那个时候在研发的时候 就是说他每天就在吃 就是一天可以吃到五个六个那样子 我研发算是差不多三四个礼拜左右吧 初步估计你们一个月吃了多少片肉 最少差不多两百多三百片吧 这个是一定少不了 对 所以说好像有半年的时间 完全是不会去吃伯格什么之类的 不过说到秘密武器 就非他莫属 鲜奶 红茶 特制的奶泡 一层一层地叠上去 只是奶茶而已吗 错了 最后放上薄荷叶 恒栽奶茶 出炉 没有 我们就是骗他就是说 上面是我们 就是说原汁的泥土啊什么 就是说尽管西选都可以吃的那样子 然后我就说你不相信我喝给你看 然后就是说 好像自己每次都喝起来 真的还可以 但是其实当客人喝起来的时候 他自己都自己笑了一下 其实还蛮好玩的 因为其实上面是 是我们用油去铺起来的 就是当作一个泥土那样子 你当初骗他那是原汁的土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怎样 他们说 No I'm not going to try it 巧克力泥巴逼蒸的程度 客人以为真的在吃土 这家位于Gale Avenue的 美而美早餐店 便当 猪血糕统统都有 老板还不时定期回台取经 要让客人吃得好满意 邦登轩 我是林宏文 洛杉矶长报道